1966年5月1日 和往年的五一劳动节一样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兴致勃勃地观看艳务 这时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 已经悄悄地绝了 对于他们中间有的人来说 这将是最后一次和人民群众一起关切 几个月前1965年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这成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索 海瑞罢关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 著名的名史专家吴涵创作的 1959年4月 在党中央上海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说 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 海瑞敢讲真话 现在缺少海瑞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 找了名史专家吴涵 约他为人民日报撰写文章 吴涵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 这是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情 以后吴涵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邀请 写出了历史剧《海瑞罢关》 1961年在北京正式演出 《海瑞骂皇帝》 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找到中宣部文化部领导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关 随后又找人民日报文艺评论家 写批判海瑞罢关的文章 都被谢绝 1965年初江青来到上海 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科庆师的支持下 与张春桥、姚文元密谋 撰写批判海瑞罢关的文章 张春桥、姚文元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写出《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这篇文章歪曲历史 把剧本中写的《退田》和《平渊玉》两件事 同1962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 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海瑞罢关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文章经过多次修改 每稿都夹在智取微虎山的录音带内 用飞机送到北京给江青审阅 1965年12月 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官风谈话时说 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 但没有打中要害 要害是罢关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德怀也是海瑞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发表后 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进行了抵制 中央有关部门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 没有通知各地转载 毛泽东指示上海出版小册子 由西华书店向全国发行 11月29日 北京日报被迫转载 暗语中强调 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要实事求是的弄清是非 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时 在编制案中提出实事求是以礼服人 这个编制案是根据彭真意见写的 由周恩来修改和审定的 这不仅激怒了江青一伙 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1966年2月 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召开扩大会议 讨论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 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及后来所称的二月提纲 提纲的主旨是进行学术批判 不是搞一场政治斗争 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听取了五人小组的汇报 通过了二月提纲 彭真 陆定一 康生等专程去武汉 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这个提纲经中央的批准发到全党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 在全国响应的不多 江青等人另辟战场 以配合进攻 1966年1月 江青到苏州与林彪谈所谓文艺革命问题 二月 在林彪的支持下 江青在上海邀请了军队政治工作 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 座谈部队的文艺工作 座谈会后 按照江青在会上的发言 写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纪要 纪要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党领导的文艺事业 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并宣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做了修改和重要补充 林彪以中央军委名义将纪要报中共中央审批 中央将这一文件转发到全党 三月下旬 康生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中日两党会谈情况 挑拨说 彭真派人询问发表姚文元文章情况 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 毛泽东说 如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 老的中的少的都要挨整了 他说 二月提纲混淆了阶级界限 颠倒了敌我关系 是完全错误的 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 如再包庇坏人 就要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 中宣部是阎王殿 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四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 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会议决定起草一个撤销 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 承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 在起草通知过程中 毛泽东对通知草稿做了多次修改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批判了彭真的所谓反党罪行 决定撤销二月提纲 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 并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通过 在批判海瑞罢婚的同时 在党和军的高级领导机关内 开展了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批判 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主要问题是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罗瑞卿是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他对林彪搞个人崇拜、搞突出政治的做法 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陆定一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 陆定一的夫人颜卫兵多次写命名信 揭发林彪夜群劣迹 陆定一曾批评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时 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主张 杨尚昆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 康生诬陷杨尚昆背着中央撕射窃听器 据此中央免去了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这些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 同报刊上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 在党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造成了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文化大选拟不可避免的爆发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首都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撑 到11月下旬 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了1300万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风起远运 遍迹全国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 哭天爱地席卷而来 1966年5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和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时 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会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的 会议期间由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制定的 中共中央通知 也就是516通知 通知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即二月提纲 并逐条批判了二月提纲 称提纲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 通知对党内国内形势做了错误的估量 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 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彻底批判文化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 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清洗这些人 会议正式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5月28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陈伯达为组长 康生为顾问 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 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5月18日 林彪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 他别有用心的狂热的宣扬毛泽东个人的天才 说谁反对毛主席 全党共诛之 全国共讨之 他大讲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势力 制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 搞颠覆的离奇谎言 杀气腾腾的说 政权就是镇压职权 对搞政变的人 要有的杀头 有的关起来 有的管制劳动 有的开除党籍 有的撤职 这篇讲话是林彪串党夺权的重大步骤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标志着左倾方针 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发动 这次政治局扩大革命的开始发动 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康生派他的老婆曹义欧到北京大学 向哲学系聂元子等人 透露了516通知的精神 并多次煽动他们起来造反 5月25日下午 聂元子等7人贴出了题为 宋硕 陆平 蓬佩云 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一些什么的大字报 这篇大字报贴出之后 立即遭到了大多数师生和干部的强烈反对 上千张反击的大字报贴了出来 当天晚上 周恩来派人到北大 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指示 强调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 严肃地批评了聂元子等人 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 把聂元子等人的大字报底稿 送给了正在外地视察的毛泽东 6月1日晚上 经毛泽东批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 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子等人的大字报 还发表了题为 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 断言北大的共产党是假共产党 号召群众起来造反 经毛泽东批准 5月31日 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夺了人民日报的权 第二天 发表了由陈伯达审定的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接着由连续发表社论 把516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 从此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 不久 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 原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就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垮的第一个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 北京的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的一部分青年学生纷纷起来造反 许多学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随后波及到全国 为了扭转日益发展的混乱局面 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 邓小平决定向北京市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 许多省市党委也相继向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 6月18日 北京大学爆发了618事件 当天上午 聂元子等人趁北大工作组开会之际 揪动了党政干部教授专家等所谓的黑帮分子 出现了违法乱纪的现象 北大工作组制止了这种过火的行为 随后写了情况简报第9号 向北京市委和党中央汇报 刘少奇在简报上批示 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 简报由中央发到全国 7月18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他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 对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 毛泽东说 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 要统统驱逐之 江青等到北大主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 支持对工作组进行批判 7月29日 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 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会上宣读了关于撤销 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 毛泽东来到会场 受到全场人欢呼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刘少奇说 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不清楚 不大知道 你们问我们 我老是回答你们 我也不晓得 1966年8月1日至12日 党的八级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出席全会的除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之外 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首都高等院校师生代表 毛泽东主持会议 全会把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 聂元子等七人的大字报 林彪的518讲话印发给与会代表 8月5日 毛泽东突然发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原稿是毛泽东用铅笔 写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的 大字报说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 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明显是针对辽少奇的 这张大字报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很快遍及全国 炮打中央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浪潮滚滚而来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其16条 其中强调 这次运动的重点 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重要调整 刘少奇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 林彪提到第二位 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 和邓小平总书记的职务不再提起 林彪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会议选举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委员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使开展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 从此 毛泽东的左倾错误领导 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文化大革命运动 就在全国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全国迅速中央理直播 앞里面是完成的 请卡丑 中央领导 Geoff 中央领导 王先生 在第二扇 म九重心上 参加上 都 FUL 1966年五六月间,清华副中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 毛泽东致信清华副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他们表示热烈支持。 从此,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遍全国。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经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性的大串联展开了。 文章 文章 到十一月下旬 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红卫兵 红卫兵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的突击力量 他们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到处砸召派改地名回谷记烧谷书 破坏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明 他们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纠斗所谓的走态和反共实质权威 打人抄家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法治 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审查 不少党人干部知识账子 劳动模范被关进牛河 甚至被严刑赌党残害致死 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 民党党进行内 一直ILLIGN wollen党指定 换滅股 Odds zu 交代... 代级政局长 rés 长远孔 打iment Reich 豪、安克里面好大 国内都是斗所得雅 公众監して实践台 台北中要花被狭狭交险 當然你时候 Anytime to be the token market 有国外交警 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 革命老干部被先后打倒 1967年1月 陶铸被误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被突然打倒 当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 被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军阀 从四川揪回北京惨遭殴打直到韩冤逝世 北京街头还出现大标语要打倒朱德 1968年7月 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随后 康生又制造了无限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名单 和无限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名单 同年12月 谢夫智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 在这四个名单中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03人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52人 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76人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理通外国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嫌疑 这些被诬陷的人先后都受到了迫害 其中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8人 国务院副总理12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22人 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14人 中央军委副主席6人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11人 林彪、江青还迫害地方大批领导干部制造了大量冤案 如新疆叛徒集团、广州地下党、云南赵建民特务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北邦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等等 文化革命中起初称为群众运动 后来变成运动群众 在林彪、江青等的插手挑拨下 一些组织逐步发展成为相互敌对的派别 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7月 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立的活动 被误为反革命事件 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 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口号 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江青提出文公武卫的口号 康生甚至只是发枪给造反派 由此造成了宁夏青铜侠流血惨案等一系列事件 1967年8月 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策划和制造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场的武斗事件 为了搞乱全国林彪江青一伙把手伸向公检法等专政机关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智扬言要砸烂公检法 全国各地发生了冲突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 残害公检法人员甚至冲监狱放犯人的严重事件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制造杨成武余立金赴崇碧事件 他们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他们的职务 并将余立金逮捕法办 随后改组了军委办事组 黄永胜任组长 吴法县任副组长 叶群 李作鹏 邱惠作等为成员 不久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 由军委办事组领导 至此 以军委办事组为核心的林彪集团已经形成 在林彪 江青等人的支持下 造反派组织在冲击党政军机关的同时 开始了全面的夺权活动 1967年1月 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风暴 这是造反派夺权的开始 随后各地如法炮制 开始了全面夺权 林彪 江青等人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 在于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林彪在1966年518讲话中 就反复强调 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1967年元旦 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 提出1967年是全国全面展开积极斗争的一年 地道达聚的国家与 разб设成 上海夺权以前 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 制造了截断沪宁路的安庭事件 汤平路 武斗事件等一系列破坏活动 使上海市委及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 1967年年初 张春桥 姚文元回到上海策划组织造反派夺权 文汇报 解放日报首先被夺权 在张春桥 姚文元的指挥下 上海市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 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 刮起了所谓一月风暴 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 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这是一场大革命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 红旗杂志 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 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 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请示 越来越好 同卫兵 男士们 给民 同学们 林彪山东说 无论上层 中层 下层都要夺 张春桥说 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 从基层到中央 党权 政权 财权 文权 以及其他权 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 一个也不留 在他们的煽动下 夺权之风刮遍全国 各省夺权后 开始是造反派独占席位 后来毛泽东党中央决定 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除了造反派代表外 还必须有革命干部代表和军代表参加 在全面夺权风暴中 在这一派夺权者 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 展开了激烈的动争 由此引发了 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和无政府主义狂潮 全国更处于混乱之中 林彪江青等人 利用造反运动 搞乱了上层建筑 也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 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了生产的发展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心如焚 为了捍卫和坚持党的领导 谭振林 陈毅 叶剑英 李富春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真等 进行了二月抗争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 表示强烈不满 对林彪江青乱党乱军的活动 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 1966年11月上旬 军队院校一些造反派冲击国防部 在北京故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 和文艺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 贺龙 陈毅 徐向前 聂荣真 叶剑英等讲了话 陈毅说 我是1927年参军 当解放军39年了 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 徐向前要求 我们解放军 海军 陆军 空军 随时保持战斗状态 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1967年1月 军委在京西兵馆开通投会 江青 康生 陈伯达等人 要军队开展大明大方大字报大辩论 说军队不能搞特殊 老帅们坚决不同意 叶剑英用拳头敲着桌子警报说 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 徐向前则愤然站起来 推倒查几说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 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 这次会议后来被成为大闹惊西宾馆 1967年2月 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 召开了两次碰头会议 在这两次会议上 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 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叶剑英、斥泽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 你们把党搞乱了 把政府搞乱了 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 还一定把军队搞乱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 谭振林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 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 他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坚决反对 即使砍脑袋坐监牢 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在短兵相接的斗争中 陈伯达、康生等处于被动地位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等秘密整理了 怀仁堂碰头会记录 经与江青密谋后 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非难文化大革命 他严厉批评了进行抗争的老同志 从二月到三月 中央多次开会 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志等 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 从此 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 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政治局 会后 又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 造成特大冤案 在这一过程中 周恩来为了保护国家栋梁 忍辱负重 主动承担了对所谓逆流的重责 当时 中央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 每次开完会 周恩来都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 这次 周恩来一连三天没去 实际上他支持抗争的老同志们的意见 对此 毛泽东很不高兴 他说 过去每次开会 周恩来都来讲一讲 怎么这次不来了 那些日子 周恩来在西华厅写检查时来听 既不出来散步 也不接见外宾开会 胡子很长 头发也不理 双脚重到膝盖一上 半个月后 在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做了检查 老一辈革命家二月抗争失利后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 更加气眼嚣张 他们公然宣称 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 要打倒以国务院为代表的第三个司令部 二月抗争是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保卫党的原则 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进行的重大斗争 九年后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 毛泽东对这一事件 做了新的评价 1971年11月14日 毛泽东接见参加 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 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 毛泽东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 是他们对付林彪 陈伯达 王冠契 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 公开的大闹怀人堂吗 以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 党中央为二月逆流问题彻底平反 大雪压轻松 轻松挺且直 欲知松高杰 带到雪化石 陈毅元帅当年写下的这首著名的诗篇 是文化大革命中老一辈革命家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 1973年1月 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接见意大利外长的时候 随行的意大利摄影师 为他拍摄了这张著名的照片 取名周恩来的沉思 这幅照片仅八十年代 在全世界就发行达几千万幅 周恩来在所处的那个时期沉思什么 历史留给我们许多凝重的联想 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四人帮一伙 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利 大搞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 从中央到地方 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 对此 周恩来为保护这些干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 周恩来有不同看法 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他担心的是 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 一次 在北京先农谈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 周恩来讲话 起初秩序很好 忽然会场上有人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周恩来马上把身子转过去 把背对着会场 这时人们就不吭气了 也没有人喊口号了 一会儿周恩来又反过身来继续讲 林彪江青一伙 策动一些人批斗陈毅 周恩来亲自参加大会 坚决反对喊打倒陈毅的口号 一次 造反派围攻周恩来 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 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 周恩来气愤的说 谁要在路上拦陈毅同志的车子 我马上挺身而出 你们揪斗陈毅同志 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 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四十年前 同周恩来一起领导南昌起义的贺龙元帅 被造反派搅得无处安身 周恩来把贺龙夫妇接到自己住的西花厅 一周后消息传了出去 周恩来不得不秘密派人 把贺龙安顿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偏僻住所 两位老战友分手时 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 等到秋天 我再派人去接你 可是 到了秋天 周恩来却无能为力了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摧残下 贺龙被迫害致死 罗瑞卿遭到林彪江青一伙 残酷迫害和折磨 周恩来指示 不准搞喷气室 不准打人 不要挂黑牌子 手术期间不能批斗 一段时间 宋任琼住在京西宾馆 造反派去抓他 他们闯入宾馆房间后 企图把宋任琼绑起来 从窗口调送到地面 警卫战士迅速赶到 把宋任琼解救下来 周恩来询问 宋任琼同志挨打了没有 受伤了没有 要求警卫部队 继续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武汉发生720事件后 陈在道中汉华 奉命来到北京谈问题 住在京西宾馆 一天 数千造反派突破警卫线 几百人冲到楼上 要抓陈在道和中汉华 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领导干部 赶到现场 保护陈在道和中汉华等通知 警卫部队采取了应急措施 让陈在道等躲进电梯 把电梯在九层与八层之间停下 并反复地给冲击宾馆的人 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去 文革中许多民主人士 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一天 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 民主人士张世昭先生的住宅 翻箱倒柜进行抄家 张世昭早年是毛泽东的朋友 建国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 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当晚张世昭给毛泽东写封信 请求有关方面过问此事 毛泽东批示 送总理着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立即采取了三条措施 限令造反派归还张世昭全部物品 派警卫部队保护他的住宅 把张世昭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治病 随后周恩来起草了保护名单 这份有79个字的保护名单 包含了几百位需要保护的对象 不仅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还有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 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等等 国务院这幢叫公字楼的宿舍 成了老干部的临时避难所 周恩来把一些受到冲击的 国务院的部长和各省的负责人 接近中南海里休息 实际上是让他们避开造反派的批斗和纠缠 在十年动乱的风雨中 周恩来像一棵参天大树保护着我们的樱花 邓小平曾说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 幸好保住了周恩来 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 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 周恩来也说了十年 但人民原谅他 他保护得相当一倍 没有周恩来无止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吗 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党的干部和民主人士 而他自己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 动乱中有人用五豪启示来诬陷周恩来 五豪是周恩来的别名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 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 曾用过这个名字 1932年 周恩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两个月后 国民党为破坏中共党的组织 在报上登了一个五豪等脱离共党启示 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 立即登报辟了谣 文化大革命中 有人翻出这个启示 企图打倒周恩来 对五豪启示全过程完全了解的康生 装聋作哑 不说明真相 周恩来写信报告毛泽东 并服有关五豪启示的历史资料 毛泽东提示 此事早已弄清 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 给中央高层领导干部 详细做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的 登载所谓五豪启示问题的报告 以后周恩来并重视 在进入手术室前在这个报告上亲笔签了名 文化大革命初期 有一个有名的故事 叫五部长包围周总理 周恩来在与五个部长见面时 部长们纷纷陈词说 现在的形势下生产维持不住 生产垮了还革什么命啊 在此之前有人建议这种会议少来参加 就在这个场合周恩来说了这样的话 我怕什么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不入浦海谁入浦海 我不入浮血谁入浮血 周恩来就是这样 忍辱负重身力交集 苦心经营力往狂澜 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极力情色 因而也极其辉煌的最后篇章